蘇拉颱風已經在家門口了 昨天下午五點半 氣象局已經發布了 陸上颱風警報 那麼航空的班次也大受影響 招呼部民航局就指出 截至昨天晚間十點半 國內線取消十六架次 那麼國際際兩岸的航線 延誤了四架次 那麼另外也有部分的航空公司宣布 今天的航班有延誤 或者是取消的狀況 像是利榮航空 今天台北飛台東B78727 以及B78728的航班取消 另外亞洲航空AK1510沙巴飛往台北 延後到今天上午的九點 那麼AK1511台北飛往沙巴的航班 延後到今天的下午 下午1點45分